跟著行家一定贏 全球地產我最行 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再度回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來好好的了解一下我們台中地區啦 那上一集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有好好的來深入探討一下 各個區域它們的優勢啊 甚至整個大環境房價的行情如何 其實都會受到當地一些交通啊 重大建設的一些影響來帶動 那當然接下來這一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就好好的來聊一下 這個有沒有什麼一些好的 不錯的地帶甚至是一些物件 可以跟大家來分享哪一些物件是比較受歡迎的 或者是現在究竟這幾區的行情如何呢 當然雖然上一趟還是有帶到一個大概啦 那再來就是說推薦一些我們可能 比方說比較沒有看房經驗 買房新手有沒有一些就是看屋購屋的一些小屁股 應該要注意什麼樣的事項呢 所以到了這個單元呢我覺得大家應該也都精神都來了對不對 好那我們馬上就是再來再次的為各位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三位來賓 首先呢當然就是我們一日台長吳理事長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接下來要歡迎我們今天呢也是為大家介紹整個大屯區的王淳翔理事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當然也要歡迎我們針對東區還有南區跟大家做分享介紹的陽前議區經理 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接下來呢我們大家摩拳擦掌了好想知道喔這個地區有什麼一些不錯的房子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啊 或者是說怎麼樣來購屋買屋我們來好好的比較一下 那當然其實我們就聽說啦就是說因為現在台北呢之前呢政府很努力的在打房 所以現在房價基本上是不會再漲了喔就慢慢再回歸到一個比較平穩好甚至是下跌的一個狀態 那台中呢台中是不是就是說房價其實也是會往下再走呢 台長呢 喔這個主任喔我想喔這個剛剛也有講說不會再漲 這個字眼就很敏感喔 很敏感 那其實以我們台中來講常常有一種感覺喔 不管是政策面或是訊息面的部分喔常常會是縱北輕南往台中喔 對但是台中現在已經全國第二大都市了喔 那回歸來講這種房價喔 應該不能用台中欸台北來看台中 台中有它的地緣性有它的特殊性 嗯 那台中的房價因為台中的發展本來就很特別 它就有這種放射性的發展 各區表現 所以有可能我們是哪一區它是漲的哪一區就跌的喔 喔 所以我們台中這個房價我會跟消費者來講說到台中 你一定要去跟那一區你想要的那一區的房仲來當個好朋友 因為你用這一區的房價跟下一區的房價來比較 你有可能買不到房子喔 因為這一區在跌那一區在漲 那我想喔我一直在提醒觀眾朋友喔 台中的房價你不要千萬不要用台北來看台中 台中其實它是可以一支獨秀的喔 那我想再來介紹那個價錢的部分 那就要兩個專家來看他們區域囉 喔 剛剛台長呢好好的糾正了一下各位 對我們不要用那種天龍國視野來看一下台中 是啊 對對對對 對它一支獨秀但是這又怎麼說呢 對因為確實每一個區域的發展特色當然都是 不能說每一個都是同一個標準 不能這樣比 那所以我們也想知道說那接下來從大屯區 然後東區南區來看 這兩個區域說行情的漲跌 未來的趨勢變化會是怎麼樣 我們先請教一下徐經理好了 好 各位觀眾喔 剛剛理事長有提到喔 那天龍國看天下 那幾乎所有的報導喔 那當然駐州如果它沒有聳動就沒有點閱率 沒有點閱率就沒有新聞效果嘛 所以蠻多會去做新聞效果 包含五十幾台那些講的都很聳動 上次天文可以下字地理什麼都可以講 那真的很佩服他們 但是話說台中 所以我們要給大家最正確的資訊 對 話說台中 那台中它就這麼 就是29個行政區 限時合併後 現在279萬多的人口 已經是全國第二大層 那當然有時候說那是不是在跌 跌這個字眼其實對於房仲來講 其實是嚴格講起來是無關痛癢 因為房子不是我們的 那錢也是客戶出的 但是我們必須傳達一個正確的概念給消費者 那房價會漲或會跌 真的不是說每一個人說了算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要去看它的區域環境 比如說台中市它有這麼多行政區 29個行政區 那有些行政區確實是漲的 說在跌的地方在和平它很少交易量 對不對 可是和平就是東四的山上 就是林山 你要去住嗎 對不對 但是你說七期跌 沒錯 因為七期它的區域雖然是淡黃區 可是它的總價代是五十幾萬 單價代是五十幾萬到七十幾萬 那每一戶都是三四千萬五千萬起跳 台中超過四千萬的又是選擇性信用管制 貸款只能五成 所以很多是因為它的區域 它的總價 然後才來成就它這樣的一個結果 那在中部地區 我剛講說它從十幾萬到七十萬 那其實多數是35萬以下的產品 那高總價端在35 中價位在22 那低價位是在18萬左右 但是告訴各位這些統計數值都是一個平均數 意思就是說今天從主持人 然後到我這邊四個人加起來 身高平均175 但是你來看這個身高平均175 有沒有相對意義 其實是不大的 因為你還是要看那個區域的狀況 那產品的種類 那總價的一個高或低 那再者它這個產品到底是兩房三房四房 還是樓中樓還是套房 它這個都會有影響很大 那包含說當區的一個供需狀況 供給跟需求的一個狀況 那剛剛帶回來東南區 它有中興大學有中山醫學院 那還有相關的一個高職高商的一個部分在 所以就位的部分本來就是相當的一個大 需求人口就相當的多 那所以相對的 尤其是台中當然在1000萬以下案子 根據這幾年的實價登錄的統計 70%以下的交易案子 是在1000萬以下的佔了70% 所以說這樣一個總價代 那你說它要跌嗎 我告訴你很難 為什麼 因為可能主持人的案子開850 那理事長案子開880 王理事長案子開890 那我就開一個830 那好我先賣掉了 對不起剩下的都貴我一層 所以低總價的案子賣掉一間少一間 我們在中科地區那邊雖然不在這邊探討 但是我問很多同事 那你們的中股20來年的華夏到底漲還跌 他說幾年漲啊 對不對 而且3到5% 為什麼因為賣掉一間少一間 所以只要你是低總價的產品 那它的價位其實嚴格講起來是漲的 嚴格講起來是漲的 所以做這樣的補充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那我們接下來也來了解一下 如果是大屯區呢 剛剛說在東區南區嘛 可能大部分有70%的房子 是落在一千萬以下的 那現在大屯區 你說它現在呈現在往上的一個趨勢 那它的房價大概又是落在哪裡 大屯區很好玩 大屯區如果在居住方面 你可以住在河旁邊 也可以住在山旁邊 也可以住在市區裡 任君挑選 對對對 我們現在大屯區其實有各種環境可以讓你居住 那也就是說大屯區它其實房子的太樣是比較多的 那但是就市區來講的話 其實它的價位其實是比較平民的 如果跟台中市的南屯西屯比的話 那因為台中市的南屯西屯它的價位是目前台中市最高的 那它是我們台中市目前的淡黃區 市政府也在那邊 那也就是說 台中市其實 其實縣市合併之後 這個太平大里跟烏日這一塊 它的價位像剛剛講的13到18萬 這個價位其實都有 那其實很多新購屋的它會往這邊移動 為什麼?因為交通便利 然後也有大賣場 整個生活機能又方便 那其實這個造成很多的台中市以前 或者是外圍譬如說像彰化的 它可能會買在烏日 剛剛講的藍頭它可能就買在大里 因為它原來離它的原來的老家可能就很近 過個河過個山就到了 現在其實一個快速道路其實很快就可以到那個地方去了 那也就是說 以中低價位來講 像 當我們現在看到建商 它其實在大屯區的推案 其實是越來越高的狀況 像剛剛理事長有提 就是大里有到三十幾萬的 這個應該也算是 應該也算大里創天價了 開始再往一個 另外一個level起來了 可是大里在那個地方 外圍它還有人在種田啊 還開著農車在種田 不同景觀 就是你會覺得 一個地方有三十幾萬的 結果它外圍還是有人開著農 開著農車在種田 所以這個區域其實它本來就是台中縣 它本來就是以農業為主 所以它的未來發展性 我覺得 當然如果以購物來講 或是以中低價位來講 這個地方買了 以後它跌的機會會比較小 因為它未來的發展性 跟未來的一個狀況 像烏日太平跟大里 它其實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 一個往上漲的一個情況 但是也會有一些現象 就是說 因為現在建商的大量的新建 都是沿著七燒線建 那也會有很多的投資客去買 它也會有一個 大量銷售的一個停滯期 它這個 這個 往上往跌就是 買了太多了 但是原則上 我覺得啦 像大里它有個好處 它現在就是 擴大都市計畫也要做 然後烏日它就是三鐵公購 它的都市計畫也在擴張 你看它前途斷 它本來不做的 本來以前說不做的 現在也開始做了 代表它整個 方的重心有在這邊 所以它重心有在這邊 房價就會往這邊跑 所以它未來的發展性就會不錯 這邊台長要幫忙補充嗎 好 那我想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 我一開始講的 其實台中市的一個 因為建設的方式 都市建設擴張的一個方式 跟北部一定是不同 那各區表現當然不同 那我一個非廣告 其實各位觀眾 如果說有意到台中來購物的話 麻煩加入我們房仲工會的粉絲頁 那我想我這邊 我們因為在各位里建市一個努力之下 我們也結合股價師事務所跟我們的地政市工會 那我們有一個物價 類似物價指數的一個房價指數 每個月我們會公告 那我們會把整個台中市各區的一個價量的表現 呈現出來給各位 那我想你在選購的當下 你就知道說 我這個地方 這個區 它現在的 即時的量是怎麼樣 價是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再說 你在建廠的部分 你是選擇的是現在的 是一個相對的高點或低點 那我想這個部分會給我們所有的消費者 一個更客觀的一個數據跟依據 那我想這樣子對 你要購屋 你是手購或換屋 有一個依據的一個標準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房仲工會 一直要秉持的一個 一個資訊提供的一個角色給各位 那這部分是非廣告 好的 也就是說大家不管是手購或是換屋 當然資訊越透明 能夠蒐集到的資訊 減少這個資訊落差當然還是很必要的 那當然除了我們收看我們節目更是必要的 對不對 好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到這邊 剛剛聽了兩位專家 還有我們包括台長的一個解析 如果還有任何想要再繼續了解到的資訊 我們剛剛都有初步的提供給各位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可能是我們目前還沒有回答到的 都可以把握這個時間 趕快在我們的節目底下 來留言發問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還想要再更知道就是說 剛剛知道一個大環境 行情 可是當然行情你就說 這是一個平均值嘛 說不準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想要再繼續深入來看看 直接到我們的東區跟南區了 然後有沒有什麼可能是現在 可能大家來講 對大家來講比較受歡迎 比較火紅的 直接先給大家一個方向好了 我們說一下一個細節 好 最近大家都知道年改 年改會少了一個收入 市場的資金還是充沛的 所以相對的 另外還有一個稅制的部分 就是房地合余稅 所以因應這兩個一個外在的經濟局勢以及稅制的一個環境的改變之下 那當然今天來節目我們就推薦一種產品叫做收租型產品 那也就是俗稱大家說的頭暴型產品 那今天推薦給大家是在和昌街這個新大的一個蓋好兩年的一個套房 收租的一個套房 因為它在新大附近 那也臨近健康公園 所以生活機能算是相當OK 那七個套房 那土地有25坪 那建坪93坪 七個套房售價是三千七百萬 那每一個房間都很大 那是七到八坪 那目前的租金一個月是14萬 連租金是173萬 目前重點是目前是滿租中 那所以如果各位觀眾朋友 那如果有需要收租型的 那最主要是剛剛講說南區的部分 第一個有中心大學 第二個有中心醫藥學業 那甚至還有高職 台中高工高商以及喬泰還有明德 有些外縣市來就土的部分 它確實是需要在當地的房子 對 找一個房子 那所以投報目前開價的投報是4.7% 那當然屋主想要賣 對 那定存才一點出而已 所以目前投報就有4.7%的一個投報率 所以如果在大學層的附近 那這種產品幾乎是很受消費者的喜愛 只要有學生在的地方 對 因為學生 就會很適合 因為新大大概不會不見 你要是說比較小的大學 那可能或者市議大學會有造成不足 現在少值的話 那有新大不大緊 那它還有中山醫藥學院 所以某一個角度是貨員會一直供應 然後重點來了 它只有兩年的屋領而已 它並不是那種三四十年的去把它改裝 它是新建才兩年而已 新建才兩年 所以才會推薦這種收住型產品 給各位聽眾的部分 各位觀眾來做參考 好 台長有話要說 那我想再補充一下 那個其實我們在中部 尤其學區裡面 這種收住型的那個套房的部分 早期很多我們的北部的消費者 會有熱衷來這邊買 那一大段時間以後 後來他們會稍微冷卻 是在於是說管理不易 那我這邊會跟各位來報告 因為我們現在不斷的租電專款通過了 像這樣的產品基本上現在都有 防重之外他們自己本身都可以兼營來做管理 代為管理 你只要資金到位 然後投報大概算一下 大概自己可以吻合自己想要的 管理部分你當然不用擔心說 客戶跟你上的一個那個 管理上造成你的困難 你可能人在北部 所以我想說在於中部這邊 很多的這種學區的這種出租套房 我是建議北部南部 我想你資產有資產夠多的部分 你想投資的部分 其實是可以往中部來移動 因為中部學區很多 剛才講的中興大學中山大學 包括我們這個大屯區的那個朝陽 修平 亞大 中興這邊 這些大學很多 所以他有一定的需求 租屋的需求 套房的需求 那我想這部分 跟各位觀眾講 北部的有錢人 盡量往台中來 還有南部的啊 對 就原來其實我們本來想說 或不會就是說 收入型產品要可能 譬如說整體來看 投報率還不錯 但就是你剛剛說的這個管理的問題 管理部分 有法員 那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房中 我們在公會 我理事長 我現在對我們的所有的同業 一直在跟他們那個教育說 管理一定要帶為管理 因為有法員 你帶為管理很多東西 你跟消費者 跟科 跟房東這邊 有一定的法員的依據 其實就很好處理這一塊 對 好 其實這個部分呢 也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不是說只有我們針對台中 住在台中的人 才可以考慮一下 我們這個收租型的套房 那當然就是說 可能北部、南部 其他地區 當然也可以來參考一下 那剛才說到 好像還有一個部分 也是可以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說 也是蠻受歡迎的 我們是不是請 徐經理再幫我們 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既然準備了 就一定要來讓大家 介紹一下 那這是台灣大城的一個別墅 那這個在北部的觀眾大概 如果想有天有地帶很難 那因為它是屬於921的後、鎮後施工的 因為921大地震對中部地區蠻受 有一些影響 那南區當然有一些大樓有收損倒掉 所以蠻多的消費者到中部來找 他會找 特別找鎮後施工的部分 那所以 它本身 在台北 這個1698萬 大概買大套房而已 但是在台中它可以買 別墅 1坪、27坪 接近53坪、1到4樓 1到4樓 對的一個別墅 那它是社區型的 有中庭的一個車道進出 所以這間物件相當的一個漂亮 那也是相對的 因為剛剛講 1000萬以下雖然是70% 但是那是全部的總價代 那在別墅來說 那1600多萬的一個總價 是相對屬於低總價的產品 那尤其是又是鎮後施工 那在台中的大清節的部分 鄰近、文新路、文新南路 旁邊有愛買 那當然 它這個案子是離中山醫藥學院比較近 那為什麼推這個案子 因為有些家長 他的小朋友讀了醫學院 像不然是中國還是中山 有時候都會買房子給他住4年 那住完4年之後 有時候又再把它轉手掉 再轉手掉 因為是第一個相對新 第二個生活機能環境是相當不錯的 所以台灣大城的一個超值別墅 總價才1698萬 而且它屋領才13年而已 所以我剛講是鎮後施工 是相對新 那目前全新推的大概 用這個地平來說的話 那目前新的售價大概都超過2,200 都超過2,200 這個數字在台北是絕對看不到的 可能買一層啦 工藝 買工藝 買一棟是不可能耶 是 推薦給觀眾朋友 可以參考一下 可以參考一下 有沒有覺得 讓王理事也覺得眼睛為之已亮呢 有 這樣是 我本來想說我要做球給你 你會不會 拿出什麼 告訴大家說 其實我們大理不遑多讓喔 多歡迎觀眾朋友來台中做鄰居啦 因為台中真的是 是一個宜居的一個城市 是相當棒的一個地區 退伍20 快27年了 多數的時間都在台中 是 那當然 就是說 最重要的還是各位 要多看多比較啦 實際到當地來走一走 或甚至是 有辦法在當地可能住一段時間來 好好的認識一下這個環境 其實也都是更加重要的 那在這邊呢 也再次謝謝我們兩位專家 也謝謝我們台長呢 跟大家做一個 非常完整的 做一個分享啦 那當然各位 有問題 持續就是要來發問齁 才會對自己 讓自己更加的了解這個地區 那我們在節目的尾聲 也再次謝謝三位來賓 給我們的 給我們的歷領呢 跟加持啦 謝謝 謝謝